香港文化 俄勿勤勢現在 烏克蘭這個夏季大反攻 炸了這個我們叫的 克里米亞的這些橋樑 這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這炸的窟窿 這次克里米亞大橋 克里米亞大橋 他有東西向的克次大橋 有南北向的克里米亞大橋 所以你看哪一個 你看一癱瘓 那因為這個癱瘓之後 就會造成俄羅斯 對克里米亞對前線的 部隊的這些軍火 戰略物資 還有士兵後勤物資 還有這種肯克裝甲的運輸 就整個會受影響 這個烏克蘭在切斷 俄羅斯的路上交通線 那怎麼樣 重要橋樑 重要要炸斷 你要去把這個橋修復 我們看到炸的稀巴爛 造成稀巴爛要去修復 蠻困難的 沒有幾個禮拜修不下來 這個地方你看看 鋼筋都裸露了 結構不是光只是表面 結構可能都有問題 重型的車輛過去 或騰車過去 萬一橋樑整個崩塌 不是造成更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 這個俄乌戰爭的狀況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放大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這個 旁邊還有這些火苗還在燃燒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火苗 火苗還在燃燒 這個地方 這個可能天然氣油管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有時候橋 它有水管跟油管 天然氣管 從那個橋旁邊架設過去 你炸到橋之後 我的油氣管也炸到了 你怎麼會去滅火 大家可以看到熊熊烈火 所以烏克蘭也不客氣 讓這個橋墩 你看整個橋墩都炸斜 這個橋上的大洞 剛好還炸到正中間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烏克蘭也是 能夠炸得那麼精準 這正中間 這個窟窿 而且也是橋墩的開始 要炸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烏克蘭 烏克蘭它在這一方面 西方國家當然 提供這些情報給它 西方國家我們知道 比利時現在就像 竟然像退這些暴衣騰客 我們知道德國跟波蘭 是支援烏克蘭暴二騰客 但是現在暴二騰客 打得差不多了 現在又回到二次大戰完畢 剛出來的暴衣騰客 那暴衣騰客的話 現在有一個這個 中國的軍火收藏家 有五十輛 他買下來的 就不要買下來 現在結果這些 那些匿名的這些軍火商 又把這五十輛通通買下來 然後五十輛裡面 這些暴衣騰的暴衣 然後去改裝成三十六輛 因為有的拼拼臭臭 有的他的這個零件不好的 把那個另外一個零件 減減出來三十六輛 送到那個烏克蘭戰場 所以烏克蘭戰場 烏克蘭打仗打得非常的辛苦 那這個軍火商也發了橫財 他一萬五千歐元買一輛 買了五十輛 一萬五千歐一輛 你五十輛乘起來的話 就是七七七十五萬歐元 但是現在人家賣 像他買的時候 一輛五十萬 五十萬歐 一輛五十萬歐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知道 目前的狀況是 目前的狀況如此 那現在烏克蘭戰爭 我們知道 他們說什麼夏季大蒙公 我們可以看出來 能夠收復的情況 收復的其實並不好 他每次說西方國家 一直說 烏克蘭很有戰果 很有 但是我們看出來 這個地方被之後占掉 這個是亞素海 亞素海這個地方 這個粉紅色區塊 都是俄羅斯最次所占的 這是頓內刺客 盧甘斯克 盧甘斯克 盧甘斯克跟頓內刺客 這就是我們講的頓巴斯地區 那烏克蘭向南取公式 是個紫色的地方 收復的 紫色的地方 烏克蘭控制及奪回的領土 這奪回的領土 在這個地方 在南部的區塊 有這四個區塊 一個區塊 兩個區塊 三個區塊 這個很小 這小村莊 四個區塊 那在東部地區 有三個區塊 這有個區塊 這也有區塊 這也有區塊 在巴赫姆特 我們知道巴赫姆特 在三個月前 我特別講到巴赫姆特的戰爭 就是這樣 那這樣子 而且黑海知道 黑海我們上次有提過 以色列的這些商船 通過要向烏克蘭運送糧食 還是一些貨物 這一次有帛琉的 帛琉的這個船 也通過 就俄羅斯派了那個碧可夫巡防艦 過去都攔截 這個叫 這個叫歐魯坎號 蘇克歐魯坎號 通過黑海 通過黑海 因為這個圖的關係 沒有那麼清楚 我們再拿另外一張來看 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看起來就是 比較稍微清楚一點 克里米亞 這叫克里米亞 我們剛剛講到 克里米亞大橋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克斯大橋 這個是克斯大橋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 這是克斯海峽 剛剛講到這個 剛剛講到的大橋 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講到的這個 畢可夫 俄羅斯的這個 飛彈巡防艦 去攔截 柏流的蘇克羅 坎號 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克里米亞 在克里米亞半島的西方 在這個地方 他的西方 他要上 那個俄羅斯後來 派那個 從艦上 派的直升機 過去看 要去查裡面 是不是有用軍火 飛彈 或者大炮 或者這種彈藥 有沒有 因為他算是柏流的 但是他要去查 所以黑海現在 隨時人心惶惶 因為俄羅斯派軍艦去攔截 你這個商輪 還有貨輪 他都會去攔截 你雖然掛的不是烏克蘭的 是其他國家 以色列的 是柏流的 柏流是在 大家知道柏流是個小國家 人口兩萬人而已 在菲律賓海 在第二島鏈上面 他也過去攔截 畢可可抱就過去 停下來 我要登船去哪 上面還有直升機照監控 然後他人員登船 要上去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狀況 這個不是那麼的 不是那麼的和平 另外我們講到的就是 這個 他們有提到 就是 那個 瓦格納傭兵往波蘭 往波蘭邊境 就在白俄羅斯 因為上一次的這個兵艦 兵變也好 或政變也好 這些瓦格納傭兵被到白俄羅斯 這白俄羅斯 他們到白俄羅斯的西北方 西北方的地方呢 波蘭就有點緊張了 那波蘭有點緊張的話 狀況之下就是 波蘭增兵一千多人到他的邊境 我都認為是什麼 瓦格納傭兵是為什麼 會攻擊波蘭 我認為不會 但是瓦格納傭兵很清楚 大家所有的媒體沒有報導 我認為這是為了就是 加里林格勒的蘇瓦基走廊 加里林格勒 這是以前我們 大家如果知道歷史 非常清楚 以前東普魯市 加里林格勒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白俄羅斯 這個地方是立陶宛 它被三個國家包圍 就是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跟俄羅斯 兩個是鐵桿 那這個地方是立陶宛 那這個地方是波蘭 那它這個地方是非地 這個總共是一萬五千一百平方公里 比半個台灣還稍微小一點 這就是加里林格勒 加里林格勒 它這邊有伊斯坎德爾 地對地飛彈 上面掛核彈的 它在這個地方 打到可以打整個全歐洲 兩千公里 整個全歐洲 是在它射程之內 兩千公里 它那個伊斯坎德爾 地對地的戰術飛彈 這算是中程的 那這個加里林格勒在這個地方 加里林格勒一萬 五千一百平方公里 人口不多 雖然就半個台灣 但是它人口只有九十四萬人 但是它這飛地 它屬於俄羅斯 俄羅斯那麼遠 俄羅斯那麼遠 它竟然海外有一塊地 是東普魯士 二次大戰被俄國拿走了 一半給波蘭 本來那時候是三萬 三萬一千平方公里 它只留下了一萬五千 一百平方公里 但是它這個飛地 是隔絕的 你只能靠海上跟空中 空中走廊來運輸 好 那不要忘了 白俄羅斯是俄羅斯鐵桿 所以這邊有一個蘇瓦基走廊 在這個地方就出來了 這就是蘇瓦基走廊了 大家 是為了蘇瓦基走廊的安全 蘇瓦基走廊是屬於波蘭的 那現在這個 我們講到了這個 瓦格納傭兵 在這個地方做集結 因為它這個地方 它要保障蘇瓦基的安全 蘇瓦基走廊 那這蘇瓦基走廊 總共整個長度是96公里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是96公里 這96公里是屬於波蘭的路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所以 它就為了這個地方 為了保障蘇瓦基走廊的安全 所以這個瓦格納傭兵 跑到這邊來了 而波蘭的軍隊 也往這邊都有調動 來這邊做警戒 認為它會侵略它 其實不會 它為的是確保這個安全 那路上的交通線 也只有這一條 從白俄羅斯 經過這個蘇瓦基走廊 96公里到加里寧格了 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報紙都沒有嗎 我說它的用意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蘇瓦基走廊 大家看一下 我們把它放清楚一點 這就是蘇瓦基走廊 當然是俄羅斯用語 蘇瓦基走廊 蘇瓦基走廊就是在這個地方 96公里的這 這是加里寧格勒 加里寧格勒面對的是波羅的海 這邊是波蘭 這邊是立陶宛 這邊是白俄羅斯 俄羅斯在這個地方 因為比利史的關係 沒有人拉出來 就是為了這個地方 所以瓦格納傭兵在這個地方 布在這個地方 是這個用意 這個大家都沒有去探討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這一個 他這個 所看到的加里寧格勒 加里寧格勒 加里寧格勒面對的就是波羅的海 但是俄軍的波羅的海軍隊 在這邊做演習 就靠近加里寧格勒 就這樣子 好像拿緯度來做區分 這個地方是波蘭 這個地方是白俄羅斯 這個地方是立陶宛 這個地方是波羅的海 是為了這個地方 蘇瓦基走廊的關係 我把這個圖跟大家講一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老同獸 CTI-79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